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怎么来不要付所得税 如果投资房地产 就是永远会有人问 这个投资是投资在股票市场比较好 还是投资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好 那当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回答 各有各的好处 那就是投资房地产呢 在税收上是有一定的优势 怎么讲呢 就是有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有投资房 这个租金收入在你持有这个房产的这几年当中是不收税的 那在你卖掉的时候呢 最终卖掉的时候呢 租金是净租金收入 也就是减去你的物业地税 如果有贷款的话 那个利息部分 这些三块减去以后 你的净租金呢 全部这几年加持在一起 最后呢 作为所得税 所得来交所得税 它的那个税呢就比较低一点 当然了这个是也要就是你如果卖是卖的比较高的价位 如果是卖的是相比较你买进的价位低的话 那你就不交任何所得税 第二呢 有一个叫1031的转换 这个大家应该 比较多的客人有大家有听说过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进一个房子 你卖出这个房子不是有所得税吗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马上又投资到下一个房产 那这个所得税就暂时不交 就一轮一轮一直到最后很多年以后你可以决定 最终你把房子卖掉 你再最终交这个所得税 这个就好比是跟IRS 就是那个税务局要一个零利率的贷款 对吧你就问他要 这笔税就一直拿着生钱为你 第三点呢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呢 就是 就是大家 就是美国的老年人 他在这边房子里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所得在里面 他30 40年以前买的房子 价位比较低现在30年40年以后 价位高了嘛对吧 如果他卖这个房子就是有一笔很高的所得税要交 那怎么办呢 他如果把这个房子 呃继承给他的下一代 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呢 所得税就一笔勾销了 那就是这个继承人 他在接受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呃 进来的这个呃 哪里买进来的这个价位呢 就是他继承那一年的市场价 对吧 就相当于把他的所得税 就上一代的所得税 就完全一笔勾销 所以这是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市场 一个很重要的啊 保护这个家族资产的一个一个步骤 啊当中呢 其实当然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跟我联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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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